哈囉 現在又到了我的煮飯時間 但是呢一想到煮完飯以後呢 還要請廚房啊 還要打掃家裡 就會覺得只是一個無限的循環 到底有什麼方法可以讓這一切變得比較簡單呢? 影片的一開始呢 馬上就要跟大家介紹我今天的神隊友 LG瑞眼雙旋拖地機器人 我很期待 其實我真的很想買很久了 真的真的 但是我又一直想說 它真的好用嗎? 它真的可以幫忙嗎? 會不會很定地啊? 會不會弄壞我的家具啊? 就會有很多很多的concept 今天呢真的拿到這一台 我真的非常期待 把它打開給大家看 那LG的家電一定是外觀很漂亮啦 這我對他們是很有信心的 使用手冊 啊哇很漂亮欸 很輕的欸 它放地上用的 用不可以拿在那邊拖地 這是布 這是什麼欸 你先拿出來再看說明書 你是一個需要說明書的人 拆完的東西欸 其實很簡單 它就是一個充電的地方 然後這是它的主機 但我對它這個抹布我覺得很開心 它總共有兩組 然後呢 我非常的喜歡 因為它可以完全拆下來 然後我可以整個全部做清洗 當抹布柔這樣 這個非常的重要 你知道我們家是完全沒有任何拖把的 因為怎麼樣洗 它都不可能會乾淨 來 請告訴大家 我平常怎麼拖地 用手動 基本上你就是拖地機器人啊 不是 我是貴婦 貴婦下來的貴 貴婦機器人 真的 因為只有這樣子 你那一塊布 你才能完完全全的清洗乾淨 所以我平常真的都是這樣子在用的 所以我平常真的都是這樣子在用的 所以你今天你有神隊友 我有神隊友啦 很開心喔 那你不是要煮飯嗎 啊我不把地勾好 那待會拖地機器人是要怎麼拖 待會就是煮飯的時候 它要拖著拖地啊 它有燒好地了 我現在是非常的躍躍浴室 LG它有一個APP 叫ThinQ 它可以把所有LG的家電呢 全部都融合在這個APP上面 然後呢 剛剛啊 我就做了連線啊 所以呢 現在劉小神已經出現在我的APP裡面了 它充好電了 天啊 我真的覺得它很好看耶 這樣它有時尚嗎 有 我們家背景不適合這樣擺這種動作跟表情 好了 我想要拍時尚的感覺 背景沒辦法 我們家背景在生活了 看我的人就好了 OK 掰 後面呢 就是登登登 雙旋 雙旋聽起來很厲害 然後我要把這邊有魔鬼沾 然後這邊有這個 然後就要把它弄上去 要對準喔 一定要對得很準喔 而且你知道嗎 它除了這樣以外啊 這個呢 我已經沾濕了對不對 然後已經有清潔的功用了 就噴上我的酒精喔 清潔抗菌二合一 還有一個水箱要裝水 然後呢 這個水箱呢 你裝滿水呢 就是60分鐘不間斷的拖地 所以你家如果非常大 需要拖60分鐘 可以拖到60分鐘 我們家是應該是個需要啦 我其實耐力也沒到60分鐘 準備要來召喚它了 由小神待機中點進去 我現在要按一下 開始清潔 好酷喔 現在準備好進行清潔 喔喔喔喔 太多 請從清潔區域 取出大型衣服 大型衣服就在講你啦 那好 我走開 我走開 因為它前面有個鏡頭有沒有 它其實是 算是有眼睛的一台拖地機器人 拖地機器人都有眼睛吧 我不知道 酷欸 喔喔喔 它穿得酷喔 他自己知道我們要去走啦 這是我們家第一次使用智能型家電 花木相看欸 今天準備的是 平凡夫妻兩人的 三菜一湯 炒青菜 煎潔瓜 烤五花豬 一個湯 還有飯 一個鐘頭內可以搞定 劉小神一定也可以把我們家 全部都拖得乾乾淨淨的 突然覺得自己好像是 擁有三頭六倍的感覺 馬上開始 健康的超年 今天想喝竹筍湯 夏天就是吃竹筍的季節喔 燙好的雞肉 滾了以後轉效果 蓋蓋子 至少40分鐘喔 除了我在這裡拍劉小神的工作之外啊 也可以透過手機的APP 那個即時監控畫面 然後看大家現在在什麼地方 大家知道都乾不乾淨 其實這功能我覺得蠻好用的 很特別 欸你跟劉小神怎麼樣了 他還好嗎 很好啊 他還努力啊 我覺得他細節處理得不錯欸 連那個桌子腳椅子腳 邊邊他都在閃 然後都會去清潔 好的 看來劉小神真的很厲害 我要繼續努力 我的習慣呢 就是飯放下去煮 然後湯呢 讓他慢慢滾 把料都備好了 然後就可以優雅的來炒菜囉 基本上我還是 盡量一鍋到底啦 但今天有點難 因為我想要烤五花竹 所以用這個鍋呢 我就烤一鍋香 通常呢 我第一個就會炒青菜 就可以繼續用 就從味道淡的 煮到味道濃的 炒青菜 煮好飯喔 當公告成 讓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這次我剛剛要煎的火筒對不對 然後拿一種給你看一下 瑚瑚穀喔 都是油啊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出來 這些油的印刷在地板上非常的恐怖 摸一下給大家看這個標準的油液 等一下等到劉曉神脫完之後 再來看一下 我準備要去吃飯了 廚房的地板就要交給劉曉神了 因為廚房真的很油 所以我現在要開啟的是螺旋神 就是強力 好然後呢我現在的水量要把它弄成 急需量夠 啥? 急需量夠 然後我要準備開始清潔了 快出來啦 交給你了劉曉神 這樣擋它又不會過去我跟妳講 現在我們還用它的那個 用GoPro拍它的主觀 看劉曉神在拖地的過程看到哪些東西 看到不該看的是不是 記錄它的拖地的 啊 它主觀鏡頭掉了 今天的菜色 開動了 天啊我第一次一煮完飯就可以坐下來吃飯了 因為我每次煮完飯 我都要先擦廚房地板 不過就證明了我們家劉曉神還是很好用 至少它可以幫我分擔了 等一下要驗收廚房裡面那堆油 我們那一罐是大摩王冠 我好像跟兩個你在吃飯了 我自己畫的字畫下 你自己畫的 對啊 我以為是別人畫的 別人畫的我就不會這樣擺 這是我自己畫自己的 微科技是在進步啊 我覺得這次使用LG的產品 我個人蠻欣賞它的一個外觀的設計 那個東西都放在家裡面都覺得好看 再來最重要就是它清潔的能力真的很強 還有一點就是它聲音真的不大 這個很重要耶 然後我突然覺得啊 如果有一個 請你廚房的機器人不是這樣好不好 亮佐機器人 我就是出一張嘴 就是流亮佐去洗碗 流亮佐去拖地 你是聲控機器人 所以要找這種所謂的智能家電 應該老公也會很需要 如果不想一直被習慣的話 我會喜歡你嗎? 如果想生活過得好的話應該都會答應你 聰明的男人 記得老婆所有的拜託跟麻煩就是指令 這差了 喔? 有甘爽感耶 這有點油脂 沒有了啦 完全沒有耶 喔我在吃飯的時候 他已經幫我把廚房給租好囉 很感興耶 吃完飯我要面對的 飛盤狼藉 只剩這裡跟這裡 這個是必須用你手動操作了喔 對沒有辦法 劉小神已經幫我把我的廚房的地給拖好了 為什麼我們家不早擁有這些呢? 那我前十年我到底都在拖什麼地 相見恨晚 現在心情有點開心 我要來洗碗了 OK 先鋒布油的開始吧 然後我自己呢是很習慣 比如說有時候你洗了還是很濃郁 會有點油油的 我們家就會習慣用一點 水晶肥皂 我覺得水晶肥皂真的是超級好用的 可是要抹一點就完全就是去油力超強的 然後大家看我的手 感覺很像燙好的豬肉 因為用熱水就是會這樣子啊 因為家庭付出的愛 我的習慣呢如果很油的話 我可以先把這個油先擦起來 但我今天呢在掃清潔瓜的時候呢 這個實在是洗得掉 所以我就不會硬洗 讓它泡個水 這時候呢我就來先清瓦斯爐 好 每擦完一次呢 不要想說你就是用清水洗就好了 因為油呢跟水它基本上是不溶的 所以呢 就是每一次我只要擦完了抹布 我就一定要用水晶肥皂 讓它重新把油全部都去完 確保每一次我在擦瓦斯爐的時候 我都是用乾淨的抹布 在瓦斯爐的附近沒有辦法 就是等一餐每一餐 所以要把它擦乾淨 現在是面對最油的地方 記得每一個角落 因為它真的太油了 所以光瓦斯爐可能就是要喝很多汁 好啦 大家覺得已經差不多了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這個 我最沒有辦法接受的 就是 不管是手掌硬 還是油漬 還是水滴 我在睡覺以前 我一定要讓它 回復原來的光亮 Let's go 我之前也用一些錯誤的方法 雖然它上面會有一些挖痕 但後來我發現用這種有點長矛的 唉唷 有點長矛的抹布是最OK的 好啦 看一下我的水龍筒 這就是我的標準 我曾經有一個朋友看到我這個水龍筒 然後跟我講說希望我可以 讓他們家去做中品工 水燒把所有的書衣用完以後 它一定會有一些渣渣 所以我就會拿 不要用的衛生紙 然後就把這些東西全部清出來 然後我就另外準備了刷子 這個 縫隙都不能夠破過喔 因為基本上你這個 放廚餘的這個過濾網 你長期都放在這一邊 它長期都會有水 除此之外呢 那還有這個地方 雖然我每天清了已經很不油了啦 所以對我來說還是會有一點點 這些東西全部都刷好了以後呢 那還有一些東西要清理 這邊有一個架子 基本上不是石器的部分我就會用這一支刷啦 跟新的一樣對吧 完全無油的窗戶 像鏡子一樣的瓦斯爐 最開心的就是看到這個 我連這個地方是一定全部都擦的 它完全是乾燥狀態 這邊也要乾燥狀態 大公告成囉 哈囉劉小神 那有了它我就可以好好的坐在床上吃我的布丁 這才是真正貴婦的生活對吧 劉小神很開心認識你耶 很開心你來我們家 有了你我們家變得更完整 像這劉小神呢 除了它可以把地拖得很乾淨以外 它還有一個我覺得蠻厲害的功能耶 就是居家保全 就是呢 因為你可以設定它自己拖地嘛 那如果你們沒有人在家的時候 那如果它偵測到家裡有動靜 它就卡卡卡卡卡 拍五張照片 通知使用者 蠻厲害的 而且大家有沒有發現它很安靜 外面車聲音都比較大 那因為它太安靜了 所以呢有時候如果你家太大 會找不到它 怎麼辦呢 這個 遙控器上有一個尋找功能 召喚模式 然後它也有十年保固 所以你一點都不用擔心 然後你暴凶呢 LG的原廠都會到你家服務 喔 我要繼續享用我的甜點了各位 然後很開心 我們家多了一個新成員 他叫劉小神 LG 睿眼 雙旋拖地機器人 開心跟你們介紹他 我一直在想 但是他用什麼方式在思考 他要怎麼動 拜託 如果你思考出來了 算 那你就在那邊拍什麼 很像ET回到家 你看它慢慢上去喔 慢慢上去喔 對得很準喔 我只想要跟你們 我只想要跟你們 跟你們 我只想要跟你們